最近在日本Yahoo!新闻上出现了这样一则新闻标题 越来越多人去日本观光了 但可能做了很多NG的行为 特别是关于拍照这件事情 其实在日本拍照也是有相关的理由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系列的影片 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最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分享让更多人知道哦 一到国外旅游 是不是很想透过手机或相机 记录许多美好的回忆呢? 但是在拍照的同时 也请不要忘记礼仪哦 像是进到神社啦 或是商店餐厅 还是留意一下 里面有没有贴有 撮影禁止拍照的标语 不同的场所可能会基于不同的考量 来制定这些规则 像是第一个 如果在书店的话 可能会担心呢 著作权的侵害或是偷拍问题 而来禁止拍摄 第二点 有许多餐厅啊 是 料理は撮影OK 店内撮影はNG 我们在店内的时候 拍料理是OK的哦 但是呢 拍店的内部可能就不大好了 因为拍照的时候 可能拍到其他人 那会产生一些问题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被拍 当然有一些店啊会说 料理もNG 也就是啊 拍料理也不行 可能是基于一些商业情报不能外流 像是料理的创意摆盘啦 或是食用的食材 店家也可能会担心呢 拍照会影响到其他客人用餐的宁静 来到神社 禁甲或者是おてら寺庙的时候 当然不同的地方有不同对拍照的规定 但是有三点是共通的哦 第一点 是不要从神殿或者是本堂 或是餐到的正中间直接拍过去 第二点啊 是原则上禁止使用flash 也就是闪光灯 那第三点 请不要坐着或者是躺着拍哦 第四点 来到寺庙的时候啊 如果看到正在办丧力 不要误会成是在办什么活动 而马上按下你的快门哦 接着最后也就是第五点 来到京都旅游的时候啊 如果看到路上有异技 也不要因为实在太开心了 就冲上去想要跟人家一起合影哦 虽然大家会认为异技是日本文化的代表之一 但是要知道哦 异技也是有票项权的 他们并不是京都的maskot character 吉祥物 也不算是公众人物 在路上碰到的时候 请不要直接拿起相机就想按下快门 甚至事后啊上传到社群网站 这样除了不合礼仪之外 还有违法的风险哦 如果实在很想跟异技合影的话 参加异技有出场的活动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 夏天到了 来去一趟夏日啤酒花园 与异技五技同乐 一定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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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